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GIMA Your Dressel 的時間 上一集我介紹了 明星世界一號的房間選擇 以及它的設施 今次就介紹一下它的餐飲 船上有很多不同餐廳 你住任何一種房型 其實都包含了三間免費的餐廳 上次我們上船的時候 麗刀餐廳會有下午茶時段和宵夜時段 但是今次我們上來 它已經剪掉下午茶時段和宵夜時段 由於我們第一天上船 搞升級房間 要等到三點半才搞到 所以我們就錯過了午餐時段 所以就要自費來吃下午茶 我們就選了這間南湖美食 因為它的價錢非常公道 就像這個餐一樣 整個餐都是28元 那我的海南雞飯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78元 但是大家要留意 船上的餐飲消費 全部都是要加18% 服務費的 在我們買單的時候 待會員就銷售我們買這個套票 如果買了500元 就可以當580元餐飲消費 如果買1000元就可以當1200元 我們打算有6天5夜 每天都有一兩餐會吃自費餐廳 所以就買了1000元的套票 其實之後也有點後悔 因為發現它的免費餐廳 其實也真的蠻好吃 接著就介紹一下三間免費餐廳 第一間就是麗刀餐廳 這間是自助餐的 大家看看它的下午茶時段 和宵夜時段都取消了 接著另一間就叫做白尾軒 白尾軒是吃中餐的 還有這間就是星夢餐廳 這間星夢餐廳是吃西餐 但亦都可以吃中餐 因為我古船上的人 比較喜歡吃中餐 第一餐我們就試試它的自助餐 麗刀餐廳 我以前曾經上過另一艘郵輪 看到免費餐廳的自助餐 是大排長龍的 但這裡又沒有 不知是否因為它有三間免費餐廳 拿完位後就去找食物 這裡就是沙拉巴 然後另一邊就是很多熱食 選擇一點都不少 而且食物也一點都不差 這邊有湯、粥、意粉 旁邊有不同種類的熱盤 然後這邊還有牛扒 牛扒是不錯的 然後走到另一邊 還有更多的美食 你看看菜的樣子多漂亮 然後這個大王蝦 我吃了很多 我吃了一大點 整晚我主要吃就是這個蝦 這個三文魚也挺好吃 因為我平時不喜歡吃魚 但我都逼自己吃魚 但又不錯,挺好吃的 這邊有些凍海鮮 有青口和有鑊 然後這裡有很多種類的麵包 再過來這邊就是一個甜品的地方 很多不同的蛋糕 加為西瓜、蝦蜜瓜 但甜品因為我不吃 所以我就不知道好不好吃 它第一晚沒有雪糕供應 但在旅途6日午夜之中 它有一晚會做BBQ攝影 而今晚就會有雪糕供應 如果喜歡吃雪糕的朋友 就最好等到吃BBQ那晚 才來吃晚餐 這裡都有免費飲品 包括橙汁、蘋果汁、咖啡茶 是任飲的 這碟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吃的蝦 是非常好吃 看見還想吃 第二天的午餐 我們就來了另一間免費餐廳 星夢餐廳吃西餐 這間餐廳的範圍很大 而且它的樓底很高 加上我們被安排坐在窗邊 所以感覺就非常舒服 以免費餐廳來說 這裡的環境真是一流 每張餐桌上都有酒 當然是另外的收費 我們就不喝酒 所以就沒叫了 頭盤就是雜果沙律 或者吞拿魚沙律 份量比較小 不過不要緊 因為其實這裡是可以任飲的 你任何東西不夠吃 你都可以任飲 吃到飽為止 所以雖然西餐廳 它是逐個Course上的食物給你 但你都可以任飲 吃到飽為止 你也可以加錢吃點漂亮的東西 例如龍蝦就278元 接著就上我們的餐湯 和主要的食物 我們點了炸魚薯條 和這個雞卷 這個炸魚薯條是正常味的 這個雞卷就非常好吃 這個雞 很嫩滑 很好吃 這個雞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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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鮮炸果汁要自費的 30元 我們就在我們買了1000元套餐裡扣了 今天的甜品就是士多啤梨雪糕 其實我們今天吃的東西 完全沒有再添加 已經夠飽了 第二晚我們就試了第三間免費餐廳 白尾軒 這間白尾軒是吃中菜的 這間白尾軒的範圍就沒有剛才星夢 和麗刀餐廳那麼大 而且香港人比較喜歡吃中菜 所以如果想吃這間餐廳的朋友 我就建議要是早一點來 要是晚一點來 就避免到最繁忙的時間 中菜廳和西餐廳一樣 它每天都有一個定義的餐廳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它餐廳 今天吃什麼 才決定是吃中餐 還是吃西餐 如果中餐和西餐都不適合 就可以去吃自助餐 豬手 看似它樣子不太漂亮 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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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吃起來很好吃 甜甜酸酸的好吃 甚麼味道 也會配文 雞鵝 又可以吃 馬辣 撈辣 嘴巴 加鹹 海鮮 嗯 和青魚 因為很好吃,菜好吃,所以我多點了一碗 青魚也比我想像中 還有辣椒,姐姐吃光了一碟 因為我和媽媽都不吃辣椒 加多雞,這碟還有雞 甜品也非常不差,你看多多料 其實我覺得這間中餐廳的食物 絕對不讓皇宮套房的食物信息 這餐是我們在安康再來吃的菜 它最出色的是魚 這裡的魚是否在船上 所以特別好吃,因為我平時不吃魚 我覺得船上的魚全部都煮得很好吃 今晚的甜品就是有芝麻湯圓 我們安康了幾碗 介紹完三間免費餐廳之後 就介紹這間自費餐廳 聲宴Vintage Room 這間Vintage Room就是吃西餐的 因為我們之前買了一千元套票 所以怎樣也要吃掉 所以我們就找了其中一晚 中餐和西餐都不太適合 就來這裡吃西餐了 它的Sat Dinner是380元一位 其實以這樣的環境 在香港也一定吃不到 所以如果吃驗了三間免費餐廳 又或者有什麼喜慶節日 都可以跟朋友訂購這間餐廳吃 因為我媽媽的Sat Dinner的食物不太適合 所以它另外就叫了鵝肝 這個就是我Sat的沙律 媽媽就再叫了一個焗田螺 你看看,還是焗焗的聲音 食物真是新鮮做的很好吃 田螺和鵝肝都非常出色 接著就是我餐的龍蝦湯 這個龍蝦湯也做得非常好吃 最普通就是我的牛扒 其實它的牛扒也是不錯的 只不過我日後就下了宮古島 就吃宮古牛 所以之後就覺得其他的牛 都完全沒有宮古牛那麼好吃 接著就上了甜品 為我們這一餐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最後就介紹它的早餐 最後一天我們就在麗刀餐廳吃 因為麗刀餐廳最後一天 就是吃到11點的早餐 因為最後一天我們就回到香港了 它的早餐也是非常豐富 種類也是很多 這個洋蔥圈炸得很好吃 它除了西式早餐之外 這邊也有中式早餐 有竹、點心 還有火腿和我最喜歡吃的Baked beans 這邊還有Pancake吃 比起普通酒店的自助早餐 都差不多有這麼多食物 所以全包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之不錯的 這邊也有水果 有橙和蝦米瓜 那天的橙是非常之甜的 這裏就是今早我們吃早餐 夾了的食物 今天關於船上的餐飲介紹 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就會介紹 我下船去沖繩 用什麽交通工具 和去玩什麽 吃什麽 再之後就會再介紹 最靚的宮古島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留意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船去沖繩 在下船上的餐飲